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梧桐回应为何欠300万 大部分是更新宝宝亏的 强调从未一拖三 被某主播带劫奏 最近几日 关于主播梧桐卖好还300万欠款的新闻 成为了梦幻圈子里的最大热点 梧桐直播了五年多时间 到头来居然还欠了300万 这到底是为什么 梧桐专门开启了专场直播 回应了自己为何会欠下300万 梧桐表示自己借上买卖的装备 不赚差价也不收服务费 这点可以随时问与他交易过的老板 其他人没有发言权 这一次卖号只是想还完之前 打付战欠的钱罢 根据梧桐拉出来的账单 外加他的口述 目前他在外面还欠了400多万 所有钱都是老板或者朋友借给他 全部都没有利息 其中118万是大锤借给他的 这笔钱已经借了四年时间了 他在买效里封印鞋子的时候 甚至还问呆瓜借了30万 梧桐还透露了目前也有人欠了自己200多万 在鱼岛打付战这些年 钱到底亏在了哪里 梧桐详细回忆了一遍 其中刷自己号的口袋版亏了100万 其他的则是给宝宝改书和各种宝宝贬值亏的 其中一个13G能进台善恶宝宝改书 就亏了70多万 梧桐表示东西卖完的话 应该能还上所有欠款 接下来将会重新规划未来的直播方向 直播这么多年 梧桐表示自己很多事情从未做过 但是一直被人不停说 第一 他开签议授决从来没有众筹过 从来没收过多份 每一次开签议他都会说老板的名字 清单里面也会记录 第二 他帮老板鉴定装备从来没有所谓的一拖三或一拖子 当时的160愤怒放下封印腰带 就是雪山K总出的 K总卖了腰带之后 给他转了18.8万的红包 其中的10万是未鉴定装备的钱 任何老板在他那有一拖几的情况 可以随时找他双倍退钱 第三 梧桐重点讲了自己转错给辉哥28万的事情 他已经起诉到了法院 此案很快就会开庭 梧桐还晒出了辉哥去年11月发给自己的聊天图 辉哥曾经和某主播说过 不愿意把此事对外说 表示会通过法院和梧桐解决纠纷 但是某主播为了热度不管不顾 完全不顾辉哥的想法 梧桐表示某主播强行给自己带了一拨大节奏 给自己疯狂扣帽子 梧桐还爆出了一个猛量 自己打包卖给潘总的武装装备零食 价格非常低 相对于他自己花的钱是亏本卖的 但是自己和潘总有协议 红等价格情况下 这些东西未来必须优先卖给预导团队 下次见